对方说让我把我的密码给他 让他看看是不是我的手机 对 显示着微信记录 在凌晨4点左右 在张连区中心路永福超市 被人消费大约有900亿元 两个嫌疑人特定非常明显 年龄在20岁左右 因为这个受人的手机 这个微信并没有设定 这个微信支付密码 然后一是起了贪念 通过这个消费转账 将这个受人这个 红包的微信里的钱转走 感谢观看